用第三按鈴盆就好了 對 我們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先做 這個如果你速度很快的話 你自己預估一下 如果我把吸壓元素 把空間元素這些照片 然後跟素材全部都給你 你認為你產生一支這樣的影片 那多久 像剛剛那樣子一直 兩個小時吧 真的好快 沒有啦 當然我們會有討論腳本 這個部分 我們設計師會畫腳本 就是像Vuno剛剛有說 像就這位 他可能Logo會從左邊啊 右邊這樣跑出來 這個東西是設計師們發想 然後會有一個分鏡子給你 可能這樣又更快 這個會更快 你參與那個之後 其實所有的最 可能要多一點時間的 就是那個動畫而已 Logo本身那個動畫 後面都是有點像模板 後面都是自視的放東西而已 因為動畫是 因為動畫其實有分很多種類 那你如果是2D 單純是進來 然後你要幹什麼 其實那都很簡單的很快 你可以看一下 可以參考一下 我們很多的那個動畫 呈現嗎 因為目前我看就是 這兩次來看的那些影片 但其實那些動畫都不是很難 對都是2D的 好 那如果你看喔 我們這邊有3000塊這樣子的 很多很多 你一天如果可以做 假如你一天可以做幾支 或你就算一天一支好了 我是覺得 有點像太快了 對 一天兩支的話 那一個月可以有20支 因為我們上班如果22天 20支的話 2、3 那這個就有6萬塊了 你懂我意思嗎 好 那當然我們可以其他的一些 這樣的方式給你 我們會在這三個月了解說 靖凱他最能夠幫到公司 最希望他幫公司完成的是哪些東西 那例如說 那你觀摩一次嗎 你覺得小叔那個給他觀摩一次嗎 還是就直接讓他做 我覺得可以觀摩一次 好 我們有外包一個 一個攝影師在做的東西 那讓你看一下他們怎麼做 他怎麼做 如果這個你會做 我們後續也可以嗎 叫你做那樣子 嗯 那這個都是專案的費用那樣子 嗯 好不好 半進駐就是你要 半融入我們的 整個公司的一個狀態 然後又是用 單位利潤分配的這樣的方式 嗯 OK 好那你要不要複數一下 我剛剛講的重點 重點嗎 嗯 就半進駐 會來這邊上班 嗯 然後 然後 要融入公司的各個部門 一起溝通 就是要團隊去進行啊 然後 薪水部分是 以 case by case 目前是這樣 然後三個月後 會再 呃 看我的績效 或是我們合作方式如何 然後再去談說 要不要維持現狀 或者是 固定薪水 對 對 好那講的蠻不錯的 然後 呃 一個重點 在你 在你用利潤分配的這前三個月 你都是沒有勞健保的 嗯 你就是自己的這個專櫃嘛 你就是自己的老闆 但是你只是到我們這個地方 一起跟我們工作的自己老闆 跟那個其他的像顧問師他們的意思一樣 好 然後呢 甚至有一個可能喔 甚至有一個可能 你聽一下 假如未來要變成一個影像部 我們真的不知道你的可能的發展 我覺得你的發展很有可能 我們都可以讓你成立一個影像部 分潤 你可以把你自己的團隊帶進來 他們淋你薪水 你這本是印象案子的 嗯 這種模式都不是不可能 好 這個都錄音進去 那樣沒關係 都可以談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在這前三個月 至少在這前三個月 你是沒有勞健保的 你不隸屬 誰印象這家公司的那個 你不是我們的員工 你是成立這個案子 但是三個月之後 假如你要正式成為是領薪水的 你就有勞健保了 這樣了解嗎 嗯嗯 好這樣大概的模式就是這樣子 好那我覺得 你是隨時可以對不對 目前應該到1月15號才可以 為什麼 其實還有在跟其他不同的公司面試 然後也有 案子差不多到15號可以完全的結束 那後面的就 我就目前是沒有再另外安排 但是如果有人需要 那我也是就是在看情況 但目前定員的時間 就是很清楚的一件事情 你那個現在到1月15號的是什麼樣的一個案子 1月15號我其實就是把之前的東西都結案這樣子 好來 那個 因為你是辦進駐的模式啊 我覺得沒有關係 你聽過這樣 我們很多的進駐的設計師 他之前當然就自己是收口 他本來就有結什麼樣的案子 嗯 譬如說在某家化妝品公司 常常年度的一些合作都有可能對不對 然後他現在手上還沒有完成的案子 還有他以前就有的一些常常往來的客戶啊 他會寫在他的 我們譬如說你進來我們會簽一個叫做 承攬意象書 你要開始承攬 你願意承攬我們開始的工作的意象書 然後他的背面把你的所有的廠商 目前合作的通通寫出來 然後甚至現在還在進行的也寫出來 然後我可以允許你在我們這個地方 處理你之前的一些東西 這個沒有關係 有持續的處理嗎 還是就是幫他講 這段時間因為我們就寫一個 1月15號 你就會把這個 你手上這個案子結束了嘛 你就把它寫出來 但是後續這些客人如果在找你 難道都不理他嗎 沒有 你聽我講齁 因為你已經寫出來 目前到10月1月15號 這些東西也把它全部結束嘛 就不會有新的案子 但是後續如果他們在找你啊 我們想辦法把它做大 也就是說 在我們合作的這一年裡面 我們一次一年嘛 在這一年裡面啊 美食印象的客戶就是我們的客戶 你的客戶也是我們的客戶 然後結束之後啊 結束之後我們這一年不再合作囉 我們結束了之後 美食印象的客戶還是美食印象的客戶 你的客戶還是你的客戶 也就是說在我們合作這段時間 把我們兩邊的客戶變成大家一起來做 那怎麼把 本來美食印象的客戶就是我們一起做了嘛 你的客戶怎麼變成我們的客戶 我們一起的客戶啊 我教你 就是當他找你的時候 你跟他講我現在在美食印象這邊 好目前就跟他們在合作 那你要不要來公司參觀一下 把你原來不好意思賺朋友的錢 讓顧問來幫你談 而且把他談大 本來你可能一個案子你接他3萬塊 譬如這樣這個部分你接他3萬塊 顧問一定有辦法幫你談成30萬 讓你的分論比3萬 原來3萬還多 因為我們環境不同設備不同 場面不同 你懂我意思嗎 這個就是美食印象可以做的地方 其實你知道像現在在底的叫LOGO 裡面設計這個LOGO 外面真的幾千塊就有 甚至大陸那邊幾百塊就有了 對不對 可是我們都知道那個品質是怎麼樣子的 可是你知道我們一個LOGO 現在在底 你看跟我面對面這個叫業者 老闆老闆娘跟他的行隊那樣子 然後這邊坐旁邊這邊是設計師跟顧問 那你知道我們一個LOGO賣多少錢 單賣是賣12萬5 就一個LOGO 然後如果是套餐裡面大概10